来到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新客家文化园区 从园区内的建筑样式和花草树木 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客家风味 其实三民区有5万多名的客家人 被列为使用客庄卷的客家聚落也不为过 原本客家卷的使用是在 台湾全省70个客家重点区域 但是我们觉得说有些人拿到客家卷 他可能没办法到客庄重点区域去消费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三民区客家人口这么多 也跟中央反映 说是不是也可以让三民区的店家 也可以申请加入客家卷的行列 目前三民区加入客庄卷的店家有将近20家 有美食 卖场 住宿 体验手作和观光工厂等种类多元 现在用客庄卷消费满500元 就可以获得高雄卷100元 那我们有一些客家的料理 像是梅干扣肉或者是我们的雷茶 都蛮有客家风味的 那我们的一些饮品再加上餐点 轻食点起来的话 差不多如果你消费有打500元 我们会再另外赠送你100元的高雄卷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拿客庄卷来这里使用 圆楼餐厅 讲办铺 咖啡店 然后这些都是吃的 那可尔兹健身的也进来了 也有宠物店 也有手作店 很多还蛮多元的 包含了好像又铝树店也加入了 让客家卷到处开花的一个好的政策 高雄市目前已经有90多个店家加入客庄卷加码送高雄卷的振兴行列 客委会鼓励只要有营业登记的店家就可以上网申请加入 其实要加入客家卷使用的店家 它并没有限制你老板是不是客家人 完全没有 你只要准备营业登记证 然后上我们中央客委会的网站 有一个申请加入客家卷的店家 去填写相关的证明 持客庄卷来高雄 不一定要到美农 六规 甲仙 山林等客庄消费 也可以就进到三民区的合作店家消费 让消费更加多元方便 记者张世民 赖长邦 高雄报道